中央健保署今天宣布全面解锁健保卡 不管有没有缴费都不会锁卡 大家就担心 因为有人就是赖皮不缴不就害惨其他人 因为就是有个退休的劳理 没存款因为钱都拿去玩好几张台积电股票 身价约百万起跳 但是健保费欠了两年 就是不缴区区五万人健保费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继传统通知单给他 也是不理 之后总算查到他的台积电股票 拍卖股票后才追回保费 但是健保署强调就算没有锁卡也不用怕 我们有非常完整的机制 透过我们按月比对 如果有工作或者是有存款有股票的对象 我们都会请执行署去查购他部分的薪水 股票或利息来抵偿他的欠费 今年四月健保卡锁卡者约42000人 欠费约21元平均每年4亿元 不过20年来保费收缴率平均维持在98.8% 那因为一年的保险费收入其实有5700亿 那这个比率其实相对是比较低的 是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健保营运还有财务的状况